對 上禮拜去跨年的時候去露營的時候 我在那邊劈彩 用斧頭劈彩 劈完之後 太太當下跟我道歉說 如果這十年來有什麼得罪我的地方 就是跟我道歉一下 希望我以後對她手下 我們現在就要來打開來 我們把麵拿起來讓大家拍照 先夾起來好不好 夾起來做個動作 第一個 她那個麵的份量很多 大家有看到我們剛剛其實煮了一包而已喔 再來那個牛肉真的很大塊 真材實了 開來給大家看 剛剛李懿有教大家 就是一定要加熱足夠的時間 那個牛油啊 才會融入在整個湯頭裡面 喔 很香耶 是不是 我們今天煮的是什麼口味 這應該是冰 這是金燉的齁 重點是那牛肉真的很多 那我們自己在家會再煮一些青菜啦 然後再撒一些蔥花在上面 超級好吃 然後六分鐘 你就可以出一碗厲害的牛肉 你好滿足喔 那表情跟剛剛不太一樣耶 好開心喔 我真的太冷了 我今天衣服太薄了 然後很冷 然後現在是熱熱熱的我覺得 很舒服的冷 所以啊就是在加壓 吃一碗暖呼呼的牛肉麵 真的超療癒超幸福的 賣得還不錯啦 就是剛剛講的 首播三個小時三千包都賣完了嘛 好 剛剛我在等的時候其實 我問了我合伙人 我說我們現在到底賣有沒有一萬包 他說什麼一萬包 現在已經兩萬包以上了 就是說我們其實從十月份到現在 不到三個月已經賣差不多兩萬包 而且還是一直有在成長當中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厲害啊 沒有覺得誰是 是場面 是禁止 當然希望可以賣得跟成哥一樣好啊 對啊 就是說 乾面戒的霸主是成哥嘛 那希望以後我可以變成湯面戒的易哥這樣 我會抱怨嗎 他還滿喜歡的吧 他覺得好像 希望你都不要在 就是不要煩他這樣子 對 他滿開心的 蛤 他很多都覺得我會念啊 他覺得很討厭碎碎念的人這樣 但我就是有時候會 誰誰念一下 很難啊 但很有意思啊 可是你要怎麼練習 就是自己一直買雞來這樣 不不不不不 我現在 我在補習班就是 老師 剁完之後對不對 我先剁我自己那一隻 可是其他有很多同學啊 有十二個同學嘛 有一些女生就不想剁啊 我就會說我幫你剁我幫你剁 所以就是 我就幫他們剁他們的雞 然後 等於我自己可以多練習一次 像我很多同學 他們就不想要剁那個雞 我就說 那都給我都給我 我幫你們剁我幫你們剁 然後老師也會叫我上去示範這樣 對啊 還滿好玩的 其實你學會了之後 就會覺得 嗯 對 滿厲害的 對對對 因為真的是你要 順著他的那個 有一些關節去拆 然後去弄 然後怎麼擺 其實擺盤很重要 就是看怎麼把它擺成一整隻雞這樣 很重要 對啊 我有照片 等一下可以給你看 酷 然後對 上禮拜去跨年的時候去露營的時候 我在那邊劈彩 用斧頭劈彩 劈完之後太太當下跟我道歉說 如果這十年來有什麼得罪我的地方 就是跟我道歉一下 希望我以後對他手下留情 我覺得對我來講其實 負擔 就是有點辛苦 是因為我有僵持性脊椎炎嘛 我不能站很久 可是這個課 我們一堂課上下來要八個小時 所以我就等於從早上八點去 基本上除了尿尿 沒有什麼時間做下來 都是在忙廚房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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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 dignity 謝謝 不認同 一下 不是